女子走在路边 焦为停的小货车升降板半倒 害得她牙齿断了五颗 手骨裂掉 颈椎也得开刀 医药费出估要五六十万 女子也出面控诉 事发至今 业者一句道歉都没有 警察到场也当作是一般的案件处理 质疑程序有问题 我人重要还是你卸货重要 不是我第一时间就关心你了 真的是很生气 女子当时走路经过货车后方 没有注意到她的升降板 整个人被半倒正面朝地重摔 不但断了五颗牙手骨裂开 颈椎也有伤 我满口血牙齿也都摔断了 你觉得我怎么样 难过哭诉指控货车司机 围停卸货害她惨摔 对方是围停 红黄线围停 我是被她的卸货板半倒 事件发案在田笔市长安东路上 当时天色昏暗 小货车违规停在路边 红线卸货酿情意外 女子说全身是伤 医疗费加一加就要五六十万 切的是货车所属的公司 却一句道歉都没有 谁错得多谁错得少 一句对不起是应该要有的 对街的窗口 哪怕跟我讲一句对不起 我今天都不会这么的生气 公司的定位就很接 可后面的相关力量 会打资料的状况 目前没有接受到 哪些公司的拥有任何的担心 伺敬两货没道歉 公司解释当时太紧张疏忽 只是警方后续到场 依一般案件来处理 这也让女子质疑 处理方式很有问题 警方表示车辆当时禁止 所以不算交通事故 违规停车卸货部分已经举发 走在路上遭货车伸脏板 半倒惨衰 女子决定提告伤害 双方肇事责任该怎么算 只能交由司法来判定 记者朋友讲目与台北报道